用親手去吃美食好不好 這美食就不要客氣好不好 我們今天有議員在 但是我們不客氣 因為美食就要大膽享受 吃部主開吃火山排骨 斷了三到四個小時的大塊排骨 肉質軟嫩 還淋滿新鮮的香料 這就是道地的泰國街邊美食 火山排骨是在泰國的一個街邊美食 它就是用排骨跟熱排去堆 像做山的樣子 那它的風格就是酸酸甜甜的 後來還有一點微辣 只要敢吃小辣的都可以接受 它不會到很辣 今天我們在基隆廟口 好像在泰國的街邊一樣 吃到這個火山排骨 它這個骨肉可以直接分離 重點是不愛吃香菜的 我可以把香菜直接剝開 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軟嫩 我想排骨可以燉到這個樣子 一定老闆有非常厲害的火頭 一樣用手抓來吃的 還有這手扒海鮮 這道是我們的手扒海鮮 那我們用的是有一些本港的一些像 像那個本港的小龍蝦 還有一些套圖的部分 這個就是本港的 那這個扇貝跟這個白鮮 都是西隆在地的一些海鮮的食材 那這道料理的最主要特色是因為它 它是有泰式的那個風格是酸酸辣辣的 吃這道料理就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不要擔心你的手跟你的嘴 就是要大口啃就好了 來整隻龍蝦拿起來就是用啃的 就是這個龍蝦真的非常的軟嫩 然後非常Q彈 那好像在你的嘴巴裡面彈跳一樣 那因為這個它的醬汁 真的是很道地的泰式的醬汁 那酸酸甜甜的 那很多很愛 就是很推薦給這個很多喜歡吃泰式 這個酸酸甜甜口感的這個民眾 來嘗鮮 那這個位於這個廟室中心區 那地點也是非常的方便 那推薦給大家真的很好吃 還有這香味四義又鮮甜的 黃金咖哩軟殼蟹 配上哈絲麵包 令韜克聽不下來 我覺得這個麵包加這個軟殼蟹跟這個醬 加起來就是非常的融合 然後其實我本來 我本身是不吃那個蟹黃的 可是這個味道完全沒有任何腥味 而且咬起來脆脆加這個軟軟的 整個非常的好吃 還有讓業者很自豪的是這一道炸水果 泰國是那個水果之王 跟我們台灣一樣水果之王就榴槤 那榴槤把它用炸的其實一般來講 你在市面上比較少吃到這樣的東西 那其實榴槤炸過以後有點像 口感有點像冰淇淋的一樣 這個炸榴槤非常好吃 因為它外酥內軟 而且非常像冰淇淋的口感 然後加一點煉乳呢 整個味道都提出來很好吃 真的 精心研究出最道地的泰式醬料 為新鮮的海鮮及蔬菜點出精華 基隆出身的舒豪以美食創業 五家不同領域的風味餐廳 除了帶大家吃到基隆最鮮甜的好滋味外 更要帶給大家創意與驚喜 剛好疫情期間這段時間 大家都很久沒有出去外面放鬆 也很久沒有到各個國家吃到一些 其他異國的料理 那因緣機會回來到基隆 因為本身是基隆小孩 那我爸爸也是在跑船的 也有一些漁獲什麼的 所以就陸續的剛開始 我在基隆接了燒烤的火鍋店 因為我們有自己的第一手的海鮮 那因為基隆人又喜歡吃海鮮 又特別挑嘴 所以我相信我家的產品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後來我們又開了神熱缸拉麵 那我們也做了一家傳統正日式的拉麵店 那因為後面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後來我們想說把拉麵店縮減 可能會移到其他地方 那這個地方剛好我們想說 泰式的東西其實基隆的這樣子一個風格的東西 是幾乎是比較沒有的東西 那我們想要把這些美食呈現給各位 那甚至我們也有開守原居食物 它是有各式的精釀啤酒加上日本料理 這也是一個很棒很特別的一個結合 那我們也有便當店 那便當店的話我們是走CP值比較高的部分 那我們可能陸續可能下個月還會有開一家 那個豆乳店 當然我們有跟那個台北的廠商配合這樣 還要繼續開店呢 充滿活力與創意的舒豪以美食饗宴 透過臉書直播 嚴選食材 精準又有創意的料理手法 將一道道美食推廣出去 以美食交友 讓人感受到激容人的熱情 記者蔡曉君採訪報導